拿着菜刀在校园门口狂追女童 大陆湖北2014年5月 发生男子吸毒后精神恍惚 冲到小学随即砍人的恐怖事件 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 监控显示 有学生慌张地从台阶处往外跑 随后这名男子举着菜刀从楼内冲出 随即追逐一位路过的女孩 这起案件有8名孩童受伤 索性都没有生命危险 嫌犯最后被判刑8年 不过发生在2010年3月的 福建南平小学命案 嫌犯则因为感情工作不顺 拿刀在小学乱砍 造成8人死亡 后来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而2015年 广东和元则发生三个孩子 相约到公园玩耍 没想到被嫌犯 无来由拿刀猛刺 造成两死一伤 由于刘继平性格孤僻 社会交往极少 同时反侦查意识极强 导致案件侦破 一时陷入困境 当时大陆公安悬赏30万人民币抓人 后来终于逮到刘继平 因嫌犯患有精神疾病 仍判处死刑 虽然缓刑两年执行 但不能减刑 至于美国纽约2014年 也曾发生过震撼全美的 电梯随机杀同事件 受害的七岁女童和六岁男童 是在自家公寓电梯遇到休闲 手持牛排刀刺伤 女童急救之后捡回一命 男童不幸当场死亡 值得注意的是27岁的嫌犯犯案时 才刚刚出狱两个礼拜 她曾因企图谋杀母亲 被判定患有精神分裂 还坐牢五年 没想到出狱之后 却成了社会的不定时炸弹 记者综合报道